王国英认为,股票经历高台跳水后,市场重回一个合理的水平。股荣亦表示,市场第一季经历股值修正,了第二季会持续。 不过事实上,市场资金有增无减,只是资金由新经济转移至旧经济。投资策略方面,王国英指过去大市值及小市值股份不时轮住炒。 以最近而言,罗素2000跌得教罗素1000为急。市场风险取向一时一样。如果你不是特别厉害,两边都可以考虑下。 他举例子,罗素2000主要包括两类股份。第一类是法梦股。第二类是经济重启相关股。此类股份不时受追捧。 如博回报可考虑。至于罗素1000则以氛为主。虽近来表现一般。但跌幅亦相对少。所以我的做法。 大市值有一批。中小型市值有一批。因为如果侧在一边。你很难估市场口味变化。新旧经济配置方面。新经济股可留意大型科技股及半导体股。旧经济则可敲制造业及金融股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